电影鱼呢,鱼里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国产惊悚漫画 怪弹欲言之鱼钩 故事开始,小明到乡下爷爷家过暑假 而爷爷正在里面房间供奉他的四位好友 其中一个铃牌上还挂着一个鱼钩 小明感到很诧异,就问爷爷,这个鱼钩是干什么的 然后爷爷就给小明讲了一个故事 爷爷年轻的时候和四位好友出海钓鱼 结果路上遇到了海难 游船瞬间被海浪冲垮 最后导致五人漂浮在海上 在等待救援的这段时间,爷爷受了重伤 而这四位朋友不但没有抛弃爷爷 反而对爷爷照顾有加 每天轮流给爷爷抓鱼吃 当时爷爷感到很奇怪 没有鱼竿和鱼网,他们是怎么抓到鱼的呢 就这样坚持了三四天后 爷爷一点点康复了 而他的朋友们却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现在就剩最后一个朋友张三了 张三抓了一只鱼让爷爷先吃 然后又游到那边去抓鱼了 此时的爷爷没有心情吃鱼 而是目不转睛的盯着张三 他想看看张三是如何徒手抓鱼的 结果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只看见张三不慌不忙的将一只鱼钩放进嘴里 几秒过后,当张三将鱼钩提起来时 一只大鱼就挂在上面 爷爷惊呆了 没想到这些鱼都是从嘴里钓出来的 张三回来后,爷爷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张三皱着眉说 如理所见,这只鱼钩可以从嘴里钓鱼 不过每钓一次鱼,身体就会变得虚弱一点 现在我坚持不住了 说完,张三虚弱的沉入了海底 最后只有爷爷活了下来 听完这个故事,小明总算搞明白了 爷爷每年用鱼击败朋友的原因呢 与此同时,小明也有一丝怀疑 这鱼钩看起来普普通通 真的可以从嘴里钓鱼吗 趁着爷爷爷不在 小明偷偷将鱼钩拿出去玩了 随后,小明在院子里遇到了两个小朋友 然后就向他们炫耀这神奇的鱼钩 小朋友不相信,就让小明当场表演一次 于是小明就将鱼钩放进了嘴里 结果过了好半天,鱼钩上什么都没有 这时,其中一个小朋友也想试一试 然后就张开了嘴 小明健壮,就将鱼钩放了进去 结果下一秒,小朋友感到身体一阵难受 摔的一针,一只大鱼从小朋友的嘴里跳了出来 与此同时,小朋友也痛苦地晕倒了 这一刻,小明似乎搞明白了 爷爷讲的故事有问题 这鱼钩不能从自己的嘴里钓鱼 而是只能从别人的嘴里钓鱼 难道爷爷说的故事是假的? 就在小明发呆的时候,爷爷过来了 爷爷从小明手里夺过鱼钩说 这个小朋友没事的,回家休息一天就好了 接着小明问爷爷 为什么鱼钩只能从别人嘴里钓鱼 但你却不是这么说的 爷爷脸色一沉 然后将真相告诉给了小明 原来出海之前有一位神秘的快递小哥 送给爷爷一只鱼钩 并告诉给他这只鱼钩的用法 接着爷爷和四个小伙伴出海游玩的时候 遇到了海滥 只不过他们都受伤了 只有爷爷是伤得最轻的那个 为了可以活下去 爷爷就用鱼钩在朋友嘴里钓鱼冲击 而这个行为是强迫的 并没有争得朋友的同意 最后朋友们一个个虚弱而死 只有爷爷靠着这个刻意 从别人嘴里钓鱼的鱼钩活了下来 说完所有的真相后 爷爷觉得自己非常对不起他们 于是就让小明从自己的嘴里钓了几条鱼 用来祭拜 此时的爷爷不敢奢求自己被原谅 他只是希望小伙伴们早日安息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浪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